在离不开手机的时代 快捷的记录简化为了 轻轻按下屏幕边的一两个自定义按钮 截图 在这种全新记载手段的驯化下 我们渐渐降低了笔记和备忘录的使用频率 取而代之的是让数字化的信息 以图片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虽然这样的方法非常方便快捷 但同样令查找信息变得更加困难 整体核实 我曾设想过拥有这样一个应用 输入关键字 就能获取包含关键字的截图 和包含关键字形容的图片 对于拥有大量图文素材的创作者而言 这无疑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之一 可能是由于类似的应用太过于定制化 所以我并没有在国内的互联网上 找到类似的图C应用 最多只是像百度或者谷歌搜索引擎那种图文搜索 那种搜索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并不能满足很多专业人士的需求 如果你随意去使用的话 很容易招来律师喊警告 最多也只是像百度网盘那样粗糙的分类 而不是精细化的厨衣打标签 所以何尝不是创造一个个人图片搜索引擎呢 对于我们这些开发者而言 我们掌握了比普通人更多的专业知识 也正是这些知识能够让我们轻易做到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也正是这样的尝试能够让普罗大众得到更多的便利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整一个吧 和普通文字搜索的逻辑一样 图片搜索的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出每张图片的内容 并打上标签 这样我们在使用文字搜索的时候 就能通过语意上的关联 查找到符合条件的图片 如何让电脑像人类一样识别图片上的信息呢 这就不得不和大家介绍一种人工智能技术了 光学字符识别 简称OCR 它能够根据图片上的点阵布局 来判断某个区域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字符 其实这类技术很早就出现了 比如十多年前的汉王 紫光等等 但早期的技术只能识别特定排版和字体组成的图片 最终还是架不住字形的多样性而陷入停滞 得益于近些年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领域的高速发展 OCR技术又在阿里 腾讯 百度等大厂的折腾之下 发生了质的飞跃 识别率和识别速度都提升了不少 其实正常来说 我们不仅仅需要依靠OCR一种技术来打标签 还需要一种智能实物的人工智能技术 它能智能判断图片的场景 和其中出现的人与物 但通关军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可以量化的标准 来衡量各平台识别的准确率 所以本期视频就暂且拿可量化的OCR来先试试水吧 开发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识别率最高的平台 再利用它的接口为我们的图片打标签 虽说是有免费的软件 诸如谷歌家的TensorRect 又或者自己通过训练 也可以获得具备一定识别能力的模型 但毕竟人家大厂的实力摆在那里 而且啊 用脑子想一想 补充前你会变得更强吗 所以为了最终的使用度 还是花点钱买服务吧 在这期视频中 同合收集了四家提供OCR服务的云计算平台来横向对比 分别是腾讯云 阿里云 新飞云和百度云 从数据库中挑选100张 包含各类字符和排版各异的图片作为数据集 将识别的结果写入数据库 再通过人肉手打标签的方式来添加验证集 之后用揭巴分词等数据清洗算法 从验证集获取图片的真实标签 接着和识别结果做对比 就能计算出真实的识别率了 最终识别率为百度96.1% 腾讯95.8% 阿里90.7% 薰飞88.5% 对于这个结果 我一开始也有点难以接受 没想到既以厚望的阿里云识别率 这样这么低 反倒是风评不佳的百度 识别率以微弱的优势 超越腾讯云位列第一 嗯 大概这就是all in AI的结果吧 当然仅仅关注加权平均数 并不是统计学中的优扬作风 我们通过将序排列各平台的识别结果 可以发现 每个平台对于不同种类的图片 其识别结果各有千秋 比如阿里就比较善于 从模糊的图片中准确地提取文字 腾讯对于截图类的图片 有着近乎完美的识别率 而百度呢 除了对过长的截图和背景 不太清晰的图片不敏感以外 基本没什么瑕疵 好的 待大家领略过各个平台真实的水平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性价比这个话题了 但个人感觉这个话题也没什么必要讨论 具体为啥 来看看这组数据吧 腾讯云 一万次识别2100元 阿里云 一万次识别702.8元 百度智能云 一万次识别 价格50元 迅飞云 一万次识别 350元 但是有10万次的免费试用额度 所以说 这个可比性不用我多说了吧 最便宜的 反而是识别率最高的 终上所述 我们应该根据识别图片对象的特点 和对应平台的性价比 来综合选购云产品 当然如果你并不在乎开销 而仅仅追求最极致的搜图体验 那么你甚至可以多挑几家分别识别一次 然后综合匹配识别结果来做查询 好的 那么视频到这里 就要正式向大家介绍 我的这款自制图片搜索引擎了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最近做的一个图片搜索引擎 我是用这个若翼后台做的 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后台管理工具 它甚至可以生成代码 然后基于生成代码做了一些修改 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图片 一月表的形式展示的出来 好的 好 我现在把它展示成50张 一个页 好吧 好 然后我们来这边输入 随便输入一点东西 比如说 游戏 好吧 我们搜游戏 搜索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游戏的 识别结果 那我们点一下这边的查看 那可以看到 OK 上面是图片 下面是它对应的文字 OK 就可以 它就通过搜索文字来搜索这个图片 然后下一张 就下一张 这没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这个文字有问题 你还可以点修改 修改完你可以点确定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看 这里有一个上一张下一张 你可以点下一张 那就是下一张 再下一张 这个如果知道下一张 没有下一张的话 就点不了的 那下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可以用键盘来控制它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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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的 就键盘都可以控制 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 那这个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你甚至还可以选择类型 比如我们现在只有这个OCR 之后会更新这个实物 实物实景 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种的选择 OK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的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么 红文君呢 也会致力于收集 各类新营 有趣的科技话题 来与大家分享 具体的项目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个人博客 里面应该会有一些 我改新机的项目 到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呢 会逐个分享出来 给大家做成视频 那么与本期视频相关的圆满呢 我也会打包一并放在我的博客 那么如果大家也有很好的推荐的话呢 也可以私信我 或者是在视频底下留言 那么我也会逐条续看的 谢谢各位的支持 那么我们就到这里 上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